那个一子禅就是环所有的人来问道 他说这个是一子 这个就是道 什么是道 他就是一子 每一个问道他都这样回答 知道意思吗 跟那个脸发示众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洞对不对 代表环成所有的一些像 谁看到啊 就是我们佛圣看到 所以这个一子禅 那个看到的就是不生不霉的佛性 所以能够了解到不生不霉的佛性 叫做心通 以及心领悟 所以这个禅宗的传法 就是要心领悟